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泡新闻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今天张大春泡新闻进行的单元 给一个说法 民间斯改基金会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是律师 是 为了25块钱的奶茶 缠送4年 这也非常惊人 对 是怎么回事 好 简单讲一下就是在 在9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判决 判决里面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说 在桃园卢主的一个女子 他到超商结账的时候 被员工指控说 他有偷了25块的奶茶两包 然后被后来就是 假官就是一切到罪起诉 本件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 第一个在侦查的过程中 检察官传唤这个 就是 被告到 到征讯的时候 那个被告是没有到的 可是假官就直接把他起诉了 起诉之后 法院在审理的过程中 因为这个女子后来又多次 没有到庭去应讯 桃园地方法院总共发了三次的通气 然后又逮捕 又逮捕又羁押他 哼不让当整个时间一直到最后面 一审被判无罪之后 桃园递检又上诉 上诉到二审 目前在9月的时候 这个案子才告确定 那这中间总共花了大概三年半的时间 那总共只为了25块钱的这个奶茶两包 所以法官在写这个判决的时候 他就认为说我们现在主张所谓的司法过劳 或是检察官过劳或是法院过劳 这些都是检察官自己造成的 他的理由是因为这件比较特殊一点是 他两次都被判无罪是因为他们去勘验这个监视录影画面的时候 他们发觉确实有这个女子去拿了奶茶 可是他拿了奶茶之后 他要走的时候 店员有去说 因为这女子他又买了一个冰棒 他冰棒有去结账 可是奶茶没有结账 然后那个店员就跟他讲说 你奶茶没有结账 可是那女子说我没有买奶茶 而且把他的随身有携带一个包包拿给他看 店员在当下其实是没有看到那个包包的 只是他们在事后在盘点的时候 盘点包包的时候应该 看到都翻过 都没有 都没有 可是他们在事后就是说 店结束的时候要去盘点那个产品的数量的时候 发觉奶茶少了一包 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是这个女子去窃盗的 所以他们就报警 可是报警的时候比较特别一点 报警的时候店长去报警的时候 他就说 我没有想要告这个女子 我只要想要就是拿回 他赔我这两包奶茶的钱 因为他们排点是少了两包 可是正人就是当时的店员 他说他只有看到那个女子拿了一包 可是最后面起诉是以两包去计算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 检察官他就是在征讯的时候 在侦办的时候 他其实是没有传唤到这个女子 所以他就直接起诉了 可是起诉之后 法院依照这个勘验的这个监视录影画面 认为说他有两个疑点没办法理清 第一个是说因为假设说 我真的偷窃这个奶茶的话 理论上在当下的时候翻阅他的那个包包的时候 就会看到 可是没有 第二个其实这女子我说过 他还有买了一根冰棒 他有去结账 而且他当时是店员有叫他说 他还主动回过头去跟店员去确认说 他有没有买到这奶茶 那法院的想法是说 假设说一般人 假设我真的偷窃了奶茶包 我应该是我店员叫的时候我就跑了 或是神色慌伤 可是他没有 他反而是回过去去跟店员说 我没有就拿翻包包给他看 完全都没有看到 而且第三个是说当时其实这个 这名这个被告 他当时其实有在店里闲晃 翻了一些东西 有可能 看起来很轻松的 对对对 那有可能东西可能不知道掉在店里的哪边 可是店员他们也许没有再去做确认 所以他说依照这个犯罪嫌疑来看的话 依照监视录影画面的话 没有办法证明说 这个女子确实是有拿了这个奶茶两包 所以他被判无罪 可是整个过程中 法院第一个他就认为说 检察官当时他应该是要传唤这个女子来做确认 假如说你真的认为说有疑问的话 你就应该要做确认 那假如说你不确认的话 你要不就是不起诉 或是你就还起诉 而不是说你直接起诉 对啊不是说要推定无罪吗 对你可以推定无罪 理论上也就是 你要不就是你继续整办 把这女子传唤道庭 确认她的说辞之后再去做决定 所以法官说你这是自找过劳 说的很好 对而且这件凸显的很 我是觉得我们所谓的违罪不举 这个概念 在我们的司法实务上来讲是做不到的 检察官非常希望他能够起诉的案子都能够获置正面的对他而言正向的结果 对你看为了25块 其实好就为了两包25块奶茶总共50块好了 一审被判无罪 检察官不服他上诉到二审 你懂我意思吗 就上诉到二审 他的上诉不是为了50块 是为了他的绩效吧 就是角色说你为了 所以这也是绩效在 或者说这个就是鼓励定罪 就也许检察官会认为就是说 就算你再小的这个犯罪 我都是还是要把你追究到 可是假如说我们提之前有一个那个什么 翁启慧的那个号顶案 他一审被判无罪之后 检察官经过考虑之后 他二审就没有上诉 那个案件理论上相较于这个 25块的奶茶包来讲 应该大的多 可是检察官为什么要上诉 而且其实按照目前的统计资料来看 一审被判无罪 二审改判有罪的几率 大概不超过20% 可是我们为了这个案件付出了多少的 那个检察官的这些检察官 或是法院的劳定的成本 对因为其实在这里面 法官就讲了你这一件里面 光是那个店员看到店 他被传唤了八次 去警方作证去法院作证 然后地检署发了三次的通缉 最后面这个这个25块 这奶茶包这个人因为这个被告 他因为他多次没有道庭 他甚至还被积压进去 关了六天 然后现在被判了被判无罪 这积压六天法院还要给他那个赔偿 还要大概最少要给他一万八 所以说耗了这么多的成本下来之后 只为了不到50块 就是大概50块钱的奶茶事件 可是在我们法律里面 明明就有为罪不举或是还起诉 等等的措置 等一下为罪不举 对举发的举 我很想知道 我常常听到这个名字 为罪不举 为罪不举 对很小的罪过 或者是就把他当做一个过失 就不要去用司法的手段去对付他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那标准是什么 或者说这个衡量的这个尺度是什么 好 其实法律我们刑法有规定 在检察官的刑事诉讼法里面 200多条里面 他有规定说 刑法376条以下的案件 原理上就是三年以下的罪行的案件 检察官他可以经过衡量之后 认为说这件案件就是为罪的话 他认为有特殊的状态 比如说这个人是弱势 或是他只是一时失智 然后有跟对方达成和解等等的原因 他认为这一件以不起诉为适当的话 他可以不起诉 三年以下有去出刑 对 就算为罪了 对就是在我们法律里面 三年以下都算是为罪 因为三年以下 他其实通常在法院在判的话 大部分 有的人犯比如说性骚扰或性侵 好像判了两年 两年十个月 这个也不能算为罪 对 我只是说像这种为罪不决的话 通常他一般来讲 比如说就以案件来看 25块钱奶茶两包 可能他价格只有 那他跟犯了性侵 然后判刑两年十个月 这个怎么比 性侵的话绝对不会是三年以下的罪 性侵不会 你假如说是性骚扰的话 性骚扰的话 以一般来讲 我们实务上来讲 通常就我自己遇到 只要被害人不同意 检察官的话 通常检察官他就会起诉 可是假如说对害人愿意说 我们只是谈一个民事的赔偿和解的话 那检察官其实 既然被害人都已经不愿意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那金额又这么小的话 其实检察官他是可以做选择的 那可是假如本届里面检察官 其实他不做选择 然后他就直接就提起 就一路要找到 对而且 对而且你一审被判 无罪 检察官他也不想 你看到底有没有更多新的事 可以证明说这个人确实有犯罪嫌疑 又直接把他上诉 所以法院认为说 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 我们为了这个案件 耗费了这么多的人力 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在过程中 其实法律已经有设定 很多机制可以去处理 就是说你可以为罪不举 或是你可以还起诉 然后甚至一审的法院 他也可以说 这个假如说你后来 称你这个罪行可能是无罪 或是拘于一些轻罪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 就直接把他判掉 不一定要等 一定要把被告带到法庭上 可是你都不做 我们就为了这个东西开了 总共花了三年半 总共发了三次的通气 八次的证人传唤 然后开了将近有十次以上的庭 三次的看验 整个程序跑了三年多 就为了这个五十块的案件 所谓自找过劳 并没有任何 感觉上只有一点讽刺的意味 而没有什么惩罚 或者说惩戒 或者警告的 都没有 这个法官批住检方自找过劳 究竟如何成为一个司法新闻的标题 因为其实以目前来讲 其实大家去看我们司法的 这一两近一两年的主旋律 都是在如何减轻司法负担 就说让检察官不要过劳 让法官不要过劳 可是假如说为了这个五十块的案件 我们都要搞成三年半 然后甚至最后面要倒陪 这个犯罪嫌疑人一万八的话 然后中间法官还为了中心陆续开庭 而且你要警方 因为他们被害人没有 应该说犯罪嫌疑人没有到场 警方还要去抓人 抓人之后还要做笔录 做笔录放完 放完之后 检察官又要征讯 征讯完 然后再再到法庭 这些东西 你只要一次的成本 一次就已经比五十块高很多 那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东西 付出这么多的代价 是 那为什么 你有答案吗 这个案件 或是说这种违罪不举的这个案件 其实已经是司法的老问题 可是为什么一直没办法解决 他们其实涉及到 假官他之所以不愿意做 所谓的不起诉或还起诉 他有一个很重要原因 因为假官假如做不起诉或还起诉 假如被害人不同意的话 我可以申请作为了在意 在意的话 就是会送到他的上级检察官那边去 去做一个审阅说 你的不起诉或是还起诉 有没有道理 那假如说他没有道理 他要回到他自己身上 要再去办 所以对于检察官 所以他出级或追级 是为了他自己不要过劳 但是却使得所有人跟他一起过劳 没有错 这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调诡的事项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比如说 好你多少钱一下你就不起诉 或这些东西你不起诉 没有人知道那个标准在哪 对啊 我刚刚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标准在哪 尺度在哪 其实没有标准 确实是没有标准 所以这里面这个判决里面 他有呼吁说 其实我们的检察长 各地的检察长应该要去拟定一个 至少有一个标准 或是你上诉 我相信不可能有标准的 如果到现在来讲 他只有一点就是对于过劳这件事情的责任分担 如果大家都受不了的话 那应该要有罚则 你找麻烦 那就来 有可能 可是这比较难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检察官他不要过劳最简单方式 我就直接起诉 案件就到法院去了 到法官去了 检察官他就不会有后续的问题 那如果是现在是40块钱 这比25块的多15块 还有就一包 那是不是也是为对不均 这个很对不对 对啊 而且之前好像有发生什么偷地瓜 还有偷那些什么 别人不要那个废弃的那些纸箱那些东西 也都被起诉 还有铁钢筋 对对对铁丝或什么之类 所以这些我觉得我不知道 可是假如说以目前这个状态的话 其实法院跟检察官这些可能都要想一套机制是说 怎么样不要让这些案件进来 或者是怎么样在比如说一二审上诉的时候 你再去做一个确认 这东西到底有没有新的证据 你可以符合上诉的要求 不然就是直接这样上去 又多耗了一个审级 是一个很很大的浪费 就是法律应该说它是有成本的 我觉得这个题我们花了十四五分钟四十秒钟来讨论 也蛮浪费的 因为他没有不可能有答案 是不是 好再来 两岸同性伴侣在第三地结婚生效 可以在台湾办理结婚登记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好 内政部在就是在24号的时候有表示 从我们的9月19号开始 只要两岸的同性伴侣 在承认同性婚姻的第三地结婚生效的话 他可以请我们的驻外机构 拿到他们认证的这些结婚证明文件 然后再经过我们相关的单位去做面谈通过之后 可以在台湾的护证机关去办理结婚的登记 意思是说他们会有台湾的结婚登记 以前的话 其实我们目前来讲 这种同性婚姻的相关的法律 可以做结婚登记之后 其实很多国外的这些同性伴侣 都有来做台湾的登记 可是因为我们跟大陆的 就是关系 是用所谓的两岸人民关系 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在两岸人民关系法里面 还没有修法 对我们是不承认的 可是他现在有一个 也不是说取巧 就是他有另外一个方式说 你们可以在第三地 承认同性婚姻的第三地去做结婚 那你们也可以 假如说你们第三地有结婚的话 因为我们会认可第三地的结婚登记 所以你来台湾还可以做 也可以做这个 在台湾办理结婚登记 这件事情是会导致什么样的 比较好的结果 或者对于两岸同性伴侣结婚 有利的事情吗 应该说假设说 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话 他们假如被台湾认可说 他有所谓的配偶的身份的话 他们在台湾就有相对应的 比如说继承 最简单的就是继承 然后或是相互抚养的扶持的义务 还有他们假如说 结婚所赋予双方的权利义务 比如说他可以请求抚养 可以请求自由 类似家庭 这里面是有经济 对是有经济 或是说在法律上的保障 可是假如说他们在台湾 不能有结婚登记 在法律上来讲 他们就是类似一个陌生人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权利义务 可以主张 好的 另外还有一条新闻 我的感觉我们在节目之中 似乎讨论过了 检察官说应该又不齿下问 他是指法官是吧 对 那检察官为什么要跟那个法官说 你应该不齿下问 法官却怒轰检察官 荒腔走板 好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 好 这个其实是 已经应该是八月多的事情 我不确定我们在这节目分享过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可以呈现出 我们检察官他这是怎么说 一个非常 至少在这检察官 在这案件里面 我觉得这检察官是非常的傲慢的 那理由是因为本件来讲 其实他是新竹地检 他们起诉了一件 诈骗集团跟洗钱的案件的被告 他们之前起诉 总共是有八名的成员 可是后来这个新竹地检 他又在追加起诉两名新的成员 他们认为说这个集团 应该是总共有十个人 然后后面这两个是后来发现的 所以他们就追加起诉 可是他们追加起诉的时候 他们起诉书 就是我们检察官的追加起诉书 他却是沿用旧的这个 他们一开始起诉的这些文书 就是起诉状 他们起诉状的内容 就是你针对你新追加这两个被告 理论上他跟原来这个犯罪集团有什么关系 你必须要交代清楚 然后或者说你 然后你要提出什么样的证据证明说 这两名追加这个被告呢 跟原来犯罪集团 他们确实是有分工合作 或是有共犯的这些情形 那你提出什么样的证据 可是在本件他追加起诉书 所引用的所有的证据资料 都是跟原来的这个起诉书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法官就说 那我根本不知道说 新追加的这两个名被告 到底是因为 跟这个原来犯罪集团是有什么样关系才要你起诉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 你完全都没有提出来 所以荒腔轴板指的是检察官他准备的起诉资料不完整 不是是后续的话是因为 结果法院就要求检察官补证这些资料 然后可能 然后就他可能在他们的补证的这个裁定的这个文书里面有写到说 这个检察官起诉有点草率 结果检察官就不爽了 检察官 检察官他就是用公文回 检察官不是用我们的所谓的补证 补证理由或是补证状去做说明 他是用新竹地检署的公文喊给这个法官 然后他的抬头是用新竹地检署 而不是法官 而不是用检察官个人的补证资料 他里面就写说 这个法官资历很浅 历练不足 裁判品质草率 那假如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判的话 你应该直接去向前辈虚心指教 你竟然 请教还是 求教 而且既然反污子检察官滥行起诉 审判品质草率至此 实难想象 这个是 这个检察官 就是法官要求你检察官补证 你应该追加起诉的那些资料的时候 检察官既然 他完全没有补证 因为法院的那个判决就有想说 检察官完全没有补证 就补了这段话 就在骂法官 说你的裁判品质草率 而且你假如说不会的话 你应该问问你的前辈之类的 结果后来法官收到这些东西之后 就直接把检察官的这个起诉给驳回了 追加起诉给驳回 理由是我要你补证的东西你都没有补 而且你写这东西完全也看不出你要补证的这个意思 既然我都不知道你要追加的这个犯罪事实是什么 对于被告来讲 或是你被起诉的那些犯罪嫌疑来讲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防御 好的 那法官所以就说检察官荒腔走板 对不对 台北FM98.1 News9898新闻台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四改基金会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关于上一节节目 我们讲到了这个 检察官酸法官应该不止下问 法官要怒哄检察官荒腔走板 这个新闻我很喜欢多讲一次 为什么呢 检察官跟法官之间这样的事情 多被报道 我觉得是对整个司法的风气 跟负责任的伦理追求是有贡献的 接下来独留六岁的儿子在家 然后他去法院出庭 有这样的父亲是吧 对 新北市发生了事情 这个父亲挨告了 挨谁告呢 还有提告求 这个他自己提告 他要求撤销 对 那法官又如何处置 我们把整个故事说一说 好 提醒一下 有儿子或女儿 在未成年的状况 尤其是12岁以下 如果单独留在家 要如何去应对 如何去设想 我先讲一下 这个案件的这个事实 就是新北市政府 在去年4月12号的时候 接到台北地医院的通报 说徐姓男子 当时因为他要参与这个调解 结果他就把他自己照顾的这个6岁儿子 独自留在家里 然后到法院去出庭 然后因此违反了这个儿童及少年福利 及权益保障法的规定 然后要求这个徐姓男子 接受4个小时的这个亲职教育 等一下他的儿子没事吧 他儿子没事 一个人在家 对他一个人在家 他徐姓男子他的抗辩就是说 第一个他儿子已经6岁了 然后他而且他一个人在家 他平常就在家 他认为说在家里就是最最安全的地方 而且他当时他不是说 他不想要带他儿子一起 也就是没有 不想要带他儿子一起去 而是因为当时 他说他前一天就是因为隔天要开庭 所以他心情很紧张 他就没有跟他儿子睡在同一房间 就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发觉他儿子把房间锁起来 他又找不到钥匙 所以他急急忙忙出门 他来不及 就把他儿子叫出来 然后他就他就主张说 法院应该也是要有勤理法 他认为说他虽然有舒适 但是他认为说 家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认为说 而且他认为说家庭要有温暖 而且法官做事也要有 就是做人要有温度 然后你假如判我4个小时的亲职教育 他认为说这样家庭就丧失温暖 法院就没有温度 4个小时的亲子教育 对亲职教育 亲职教育 对亲职教育 职务职业职 对对对 其实就是 有点像是你去上课 就是你要怎么去跟 那就跟交通事故 或者说违规严重 要去上一天的课 对他最轻是4个小时 其实他已经犯到最轻了 可是他就认为说 那谁认为 徐姓男子他就认为说 这我不是故意的 而且他后来他说 他有安排他的前妻 有联络到他的前妻去照顾 然后中间大概只有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 小朋友是无人照顾的 可是这一件以法院的态度 或是以台北新北市政府的态度 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儿童及少年权力 福利保障法的规定里面 就是说6岁以下的小朋友的话 你是不能让他单独留在家里的 那假如说你违反的话 你理论上来讲 除非你有特殊原因 可是本件要开庭 要调节 你事先就知道了 你本来就可以事先去做安排 可是你其实你事先 按照他的说法 其实他都没有做事先的安排 所以当下的话 你独留一个6岁的小朋友在家里 就是违反这个儿童少年权力 福利及保障法的规定 而且其实我们大家就知道 其实小朋友 你虽然说家里是他熟悉安全的地方 可是其实小朋友在家里面 因为大人的一时疏失所造成的这个事故 其实应该说是非常常见的 他就是怕担心说 你就是缺少大人在旁边的这些协助保护 造成小朋友会有受伤 重点在于法官的看法 因为法官说了 你可以在前一天就知道 或者前很多天就知道 那你就可以在这些时间里面去安排 这个孩子应该有人陪伴 对 对不对 对 他如果说他根本没有做任何安排 你不能说临时钥匙找不到进不去 对 没有错 法官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其实放法院的庭期 通常来讲都是一个月左右 就会让你知道 所以你有很余裕的时间去做 而且其实像他说 他儿子直接把门反锁 所以他自己找不到钥匙去开门 这个说法我自己是觉得很特别 但他说 可是他说话后来 因为他有叫他前妻去照顾 可我只是说 这以法官的角度来看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 你之前就没有做好安排 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这个关键还没有浮现吗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 他要接受四个小时的亲子教育 这跟去调解是一样的事情 他去接受这个教育的时候 那个小孩如果再把门关起来 他打不开怎么办 这个还会再发生 他可以交给他前妻去照顾 对了 也就是说四个小时的亲子教育 不是罚他 是在叫你尝试一遍 看你能不能让你的前妻回来帮忙 对我觉得 说不定这也为了可能要让他破镜重圆 这也有可能 对不对 可是我刚才觉得 大哥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去上四个小时的亲子教育的时候 记得要把你的小朋友安排好 不然你可能下面的 下次就不是四个小时 而是更长了 或者他们想要推动亲子教育的四五小时的课程 给更多人看 是不是 对 他就一直 犯他有罪 不是他就要事先安排好小朋友 这个算不算有罪 他其实不算 他不算是罪 他只是一个行政的裁罚而已 他并不算一个前科 他是一个行政处罚 就是我们像我们罚缓交通违规的罚缓 或是你去上课 所以他这个还是有良民证对他他不会他不是任何的他不是刑事上的罪责 他只是行政法 是 所以小朋友在家这件事情 单独不单独不是父亲 或者是母亲单方面认定对 我们小孩觉得我一个人在家 他就可以把门是关起来 对 好 在接下来 我们 哎 司法院通过了 刑诉法就是刑事诉讼法了 嗯 修正草案 对 新增 法官回避事由 不得任意扣押律师和被告的秘密文书 对 这是 什么样的一个案子呢 好 应该说 呃 宪法法庭其实去年有做出两起这个保障这个被告的诉讼权跟律师工作权的这个两个判决 那其实司法院针对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呢在呃9月27号的时候他们有透过这个修正草案 其实原则上就是依照这个建法法庭在112年做出了这个第9号跟第14号裁判的这个判决这个意识来去做修正 那第9号的这个判决意识呢112年宪判至第9号的判决意识他就是为了保障说 律师跟被告之间他们有一个秘密的沟通的自由 所以在本件的这个刑诉法的修正草案里面有规定呢 律师在执行业务的时候跟被告呢 秘密沟通的这些记录或是因此衍生这些文书或是电池记录等等这些文件资料呢 不可以作为证据而扣押 但是他有个例外是说假设说这个东西是被告自己愿意提供的 或者说这个可以当做是律师的犯罪证据 比如说律师有参与这个诈骗集团的这个组织啊 或者有泄密这些可以当做是证据的话 这些东西是可以做扣押的 那另外或者说是律师跟这个被告间有所谓的 湮灭变造证据的这种情形的话呢 也可以做扣押 不然原则上律师跟这个被告间的这所谓的秘密沟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文件 或是他们的文字等等一般情况是不得任意扣押 对没有错 然后另外那等一下你刚刚提到了 比如说律师有涉及到跟被告伙同的这个犯罪行为 如何认定 好 像以目前来讲律师在我们律师界目前最近有起诉比较多 都是泄密案 意思就是说律师在把羁押中或是在这个侦查中对被告这些征讯这笔录呢 泄露给另外一个人那通常来讲都是诈骗集团的上游 那假如说我传出去这些泄密的这些资料的话 其实某方面来讲就是我律师可能就是透过我们现在来讲都透过来传出这些东西的话 透过手机资料对目前来讲被查到都是手机没有就是在诈骗集团 他们律师有手机被扣住的时候他们传出去的这些讯息就传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上时候 就代表你已经犯了所谓的泄密罪 因为律师侦查中的资料理论上来讲是你跟被告这些的联系的这些对话 你不可能把它传给第三人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这些犯罪的事实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好像律师和被告之间他的关系是在什么时候认定 以及什么时候以前以后不能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相信这里面有很多技术性的实物吧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认定就是说律师有受到被告的违认 就是他们有签订违认契约的时候是最容易认定的 但是有一个地方比较难认定是说 比如说当事人只是来咨询你的时候 犯罪前先来咨询你的时候 先来打听看 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法律意见 或者他有遇到一些事情他先来咨询 但他还没有委认你 他只是想要先听听律师的意见的时候 但是到底我们成不成立所谓的 跟当事人已经承认这个所谓的委认关系 可是依照我自己个人的想法是说 毕竟当事人他来咨询所谓的法律意见 那他当时跟我讲的东西理论上来讲 他还是应该成为一个秘密的 因为毕竟他来询问你法律意见 也是因为信任律师你不会把他的讯息 任何就是怎么说 去做外泄或是去做拿去做他用 不然的话律师就是 假如说你律师可以把我当事人跟你讲这些秘密去拿去做 好比如说我去做检举好了 比如说我来我是一个诈骗集团的成员 我来检举来来这边询问律师之后 我遇到这些案件我可能就去 我据实跟你讲我遇到这些事情 结果后来咨询完结束我没有委论你 那你就跑去检举我或干嘛 那律师这个职业跟当事人的信赖关系 他就会被破坏掉 所以我认为假设说有法律咨询的状况的话 应该要提早到更早之前 这些咨询的这些内容 也就是说并没有到委认的时候才 才实际发生 而是说应该更早 当我信赖这个律师去做一些法律咨询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应该成为 不得作为扣押的范围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看了教父 尤其是第一集 我看了很多遍 家庭里面或者说犯罪家族里面 黑帮之中就有一个律师 而且是养子 对不对 但你怎么说 那个Tom 他叫Tom 我都记得 劳伯杜瓦演的 大家如果想要更深入的理解我的问题 再去看一遍教父第一集 台北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 给个说法单元 民间四改基金会的常务执行委员 施红成律师在我们的现场 施红成律师 法官回避事由 不得任意扣押律师和被告之间的秘密文书 这是上一节我们讲到的 还有一个跟这个刑事诉讼有关的 大概是31到33条 就是是不是特别的有规定 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之下 有一段时间是不能从事征讯 对 就是应该讲的应该是说侦查中的积压审查程序 假如说当时没有选任辩护人的话 就是审判长必须要指定公社辩护人 或律师为被告辩护 那假如说 可是假如说或是你自己有这个辩护人的话 他假如超过四个小时没有到的话 被告可以请求主动讯问 那这部分就不会受到 要有这个辩护人在场的这个限制 这个对于警察 刑求被这个被告或者嫌疑人 有关系吗 因为警察刑求这个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话 他应该还不到这个积压程序 所以他应该是在更前阶段 就是在征讯一开始 征讯在警局征讯 对在警察征讯 好了警察刑求的滥权这个事件 评传 而警察官似乎视而不见 这是一个长远的现象 应该说最近有一个案件的话 是针对警方刑求的案件 然后警察官后来起诉 可是起诉他总共我们认为有三名警察去对这个被害人去做刑求 可是警察官只起诉了其中两名 然后甚至还为那两名这个远警去做求情 那施改会针对这个案件有发出一个声明 那这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认为 检察官针对这个刑求的这种状况 你却是还甚至向法院求情 那只会传递出一种错误的讯息 意思是说远警可以透过刑求逼供去问这些案件 然后他甚至还可以得到检察官的同情 这这个是我们认为是不可行的 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模式 所以民间团体包括民间施改基金会就在呼吁要赶快通过一个新的法 对我先讲一下这个案件的整个案件事实 就是说有一个17岁的黄姓少年在今年2月十几号的时候呢 他自己就是不知道是发生什么 他就自己打电话报案说 他有一个虚构的一个鲁人勒索案件 就他晚上的时候又经过那个奔局的这个派出所的时候呢 被那个远警看到就请他进来去询问说这个案件的这个过程内容 结果他们在 只有三名远警一个是黄姓正姓跟李姓三名远警在征讯的时候呢 因为这少年他其实讲的就是假的嘛 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想要报案是开玩笑 对就是他报了一个假案 鲁人勒索的假案那其实是假的案件 是少年自己杜撰的 可是远警他不知道他以为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他们在征讯这就在当时就在征讯这名少年 可是这少年我不知道是因为他讲的都是假的 他就对不上 结果就认为三名远警就认为说这个少年是公诉不实的 会误导他们远警来办案 所以当时其中这个王姓的这个巡卓呢 他就拿这个电骑江 还有这个硬台还有警棍去殴打这个少年 电骑江是什么 就是电骑电极枪 电极枪 对电极枪去电这个少年 然后还恐吓这少年说他要用子弹射他 而且要等他出去的话要找人把他的手打断等这些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正姓远警呢 就是用徒手去拍打这个头部 还有拿警棍去戳这个少年 然后理性远警呢则是用脚去踹这个少年的腿 导致这个少年在征讯的过程中就受了很多伤 然后后来出去的时候呢 他就是提告 因为他在征讯过程有受到警方的警方的这些攻击 他就提告 结果 等一下 他在警察局挨了打 出去以后告谁 告这三名远警 那不像谁告 就是向地检署提告 他没有透过远警 不可能说我自己在派出所在派出所提告 应该说假官在征讯的过程中发现 其实是少年自己有谎报 就是他自己虚构一个假的案情 他是为了好玩吗 就不知道他是 到现在就不知道吗 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因为其实我们目前只看到起诉的阶段 还没有到法院审理的这个阶段 所以当当时远警其实就是因为少年这谎报案件 他们在侦办 他们以为他们在侦办一个重大的刑事案件 就是鲁人勒索案件 所以针对于少年他们不配合 不配合远警或是讲了一些虚假的话 导致远警认为说他们在办的过程中 会危及到 虚构这个被害人的安全的时候 他们用了一个怎么说 就是我以前我们说的行求逼供的方式去处理 那这件其实少年他的父亲也有去验伤 可是验伤的结果之后 后来他们的少年的父亲得知是 自己的小孩去做报假案就对了 所以他后来反而少年的父亲他就不追究这件事情 那检察官也因此 可是因为确实有发生这些攻击事件 检察官后来有起诉 可是检察官起诉之后呢 他针对于一名原警他认为说证据不足 就是恐吓的这一部分证据不足 可是到外面把你腿骨打断 对对对这些证据不足 可是另外两名原警他就认为说 他们当时只是因为办案 然后就是要怎么说 要拯救这些被害人心切 所以他们才会做出 不会吧是为了绩效吧 对有可能是为了绩效 可是检察官他们在起诉书 他当就具体向法院求情 就认为说他们确实是为了 要侦破这个案件 而且要尽快能够救出被害人 所以他们才会去做这样的情形 所以他们只一时心急犯错 经过这个教训之后就不会再警惕 就不会自所警惕 对对对 所以他 零无再犯之余 对所以他就是重轻求刑 他们就起诉他一个原警是一个伤害罪 还有一个强制罪 可是这两个罪其实都是 一个是三年以下 一个是五年以下 都是算是轻罪 可是本来来讲正常来讲 你假如是淋虐人犯的话 他应该我们有一个淋虐人犯罪 他是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罪 他其实这个罪意思是说 我不能够给你一颗罚金的罪行 可是警察官后来没有用淋虐人犯罪 去做这件事情 他用的是起诉伤害跟所谓的强制罪 这两个都是用轻罪来起诉 所以形式上来讲 警察官就已经算是对于 就起诉来讲 他已经算是对于远警的这些作为 保护 对已经有一些 甚至有点鼓励的意思 对其实以司改会为什么 因为其实老说 但少年这个作为我们是不认同 可是我只是说 少年的作为只是害他自己 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去伸张 他应该有获取的这个正义的地位 对可是对 他只是他因为抱抱假 可是你挨了揍了 你被淋虐了 这个事情也是事实 这是对 他却不能去伸张 对所以所以以司改会的立场来看是说 我们最主要是很怕远警 就是因为假如说警察官这起诉 我们很怕会释放出一种错误的讯息 是说我只要为了这些重大刑案 要破案要救被害人 我就可以针对这些 我逮捕到这些被告或犯罪 我就可以用刑求逼供的方式去处理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案件都是行求逼供出来的 像我们之前 像我们之前的徐志强 还有苏建合 这些都是行求逼供出来的 那我们不是说警方不能够去侦破大案 或是要 可是这些原则上来讲都是在依法 就是你要依法处理 或是用更有科学的方式去办案 而不是用打人凌虐的方式 我们已经有这个法律禁止刑求了 对 那是什么法 法的名字叫什么 我们目前还没有禁止刑求 就是 目前没有法律禁止刑求 假如说你是凌虐人犯的话 就是凌虐人犯罪 这是规定在我们刑法的规定 那么禁止酷刑公约施刑法 这个法跟到底是什么概念 它是什么位阶 以及它跟刚才你讲的禁止凌虐人犯 好 禁止凌虐人犯罪 其实是规定在我们的刑法 126条的规定 它其实本来就是一个禁止凌虐的一个规定 可是禁止酷刑公约的话 其实它目前还讲 它只是一个公约 它还不是一个我们国家的法制 那通过了这个禁止酷刑公约施刑法 也就是基于刚才你讲的黄姓少年 所犯的这个案子 所引起的重视 反而不如刚才我们讲的禁止凌虐人犯 来的实际而有效 因为那是一个比较准确的 形容出警察在干了什么事 也就是刑求之后 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对 我觉得其实应该说 为什么会现在要呼吁警诉通过禁止酷刑公约施刑法 这么一个根本没有 不是个法律 照理讲它是个公约 对 它其实有点像是怎么说 放着县城可以执行的法律 不去执行 却反而立一个不痛不痒的公约 鸟事啊 我觉得这应该是分成 以斯改会讲它可能是分成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来讲说 假官确实它有具体的一些刑法的法条 它可以直接去适用 可是针对于说禁止酷刑公约的话 它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宣誓性的效果 虽然它有鸟用 就是跟你讲这没鸟用 是不是 你说我给你签一个公约 不痛不痒 你签也可以不签也可以 然后呢 那那个灵虑人犯罪呢 没有这个 好像当做他没有这个法一样 你没有这个法 你去定公约 就是还则罢了 明明有这个法 你不能不用这个法来去 他就是在灵虑人犯了 只不过是一个报假案的人犯 应该说在法律上来 适用上来讲 确实我们目前来讲 针对灵虑人犯 已经有一个刑法的规定了 它确实是可以去使用 那去用这个禁止酷刑公约施刑法 有何必要 对可是禁止公约的 应该说禁止酷刑公约的 这个施刑法的话 它其实更像是一种 怎么说 鼓励远警不要犯 更上位的概念 它其实不只是远警 它针对所有的这些公务人员 或是在 比如说像监狱 或是像这个 禁止灵虑人犯 也包括了一般的公务人员 比如说预证人员 对 对不对 也包括在内 那么这个法是有用的 对 它其实是有用 它确实是有用的 只是我们在台湾很少人去用 换句话说 大家都会把这些 像法 就是执法的人相互 也就是官官相互 对 相互官官相互 相互官官相互 使得我们必须再定一个法 再定一个法 再定一个法 而原来对它有效的那个法 或者有贺阻力那个法 不用了 我们要互相 官官相互 对啊 对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